松山機場旅客們等候出境 但由於大陸持續軍演 旅客搭機難掩憂心 周遭在軍演 你會不會很擔心 其實是有一天 應該就是宣傳而已 他說有可能會要到 松山機場8月5號國際航班 分別有飛往日本東京及上海 一共四個航班 但時刻表上 飛往上海浦東航班取消 不只松機 外籍航空紛紛取消航班 大韓航空宣布 8月5號到8月6號 兩天來台航班取消 韓亞航8月5號航班取消 8月6號是情況調整 新加坡航空8月5號航班 也宣布取消 8月4號一架日航班機 先飛至台東外海 再轉東北 繞了台灣半圈 航班延遲超過40分鐘 就是為了避開 共軍第234演習區 我們只要知道這個區域 我們是完全不敢這樣飛的 導彈是往上射 同時它在墜落到定點的時候 它也會經過民航機 會飛過的空城 所以其實這樣是滿危險的 交通部統計8月4號下午4點前起降 加上過境約74架次 不走台北飛航情報區 改繞道飛往東邊福岡及馬尼拉 它昨天增加的部分跟 原來在東部在花蓮戶區 那邊大概重疊 基本上是沒有影響 昨天包括我們的機場的秩序 還有包括我們港口的秩序 都一切良好 都還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至於船舶部分 8月4號7處國際商港 進出35艘次 均未受影響 但大陸均演持續 台海局勢升溫 交通部強調 已成立應變小組 有任何最新狀況 都會及時應變 記者黃明俊亮海妖 要上映SNG台北採訪報導